大家好我是旭哥 沃卡安歡迎收看旭哥 手遊攻略 那這是少年神獸傳 好旭哥今天來分享這個官方認證 最暴力輸出的神角的排行榜 然後這遊戲呢 史上最多組的禮包 加上很多組非常非常多組的隱藏版序號 讓大家可以最完美的開局 各種最新的福利最爽的公寓 還有這個像是開局 可以拿好幾千抽很多T0神角 還有一些排行榜 非常實用的攻略資訊都把它總整理 放在這一攻略 那我們就進入遊戲攻略 Let's go 好還沒進入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碼禮品碼兌換碼遊戲的虛寶序號 獨家最新 好旭哥來分享少年神獸傳 這個官方最神的排行榜 所有這個角色輸出 那首先呢 是官方認證最神的輸出 神獸關羽 關羽每移動200距離增加2%的移速 然後移動到2000的話 進入衝鋒姿態 然後移速被減少到375以下或控制的話 這個每0.1秒減少10%最大能量條 神獸關羽 這個是官方提出的資料 我們來看一下 好啦 雖然是不知道他在講三小 好 那最強的關羽呢 他的輸出 神獸關羽 第一名 97656537 這是官方提出的數據 雖然也不知道這什麼意思啊 應該是指他的輸出的能力吧 97656537 但是他這個排行榜是在這邊 接下來第二名是神獸呂布啊 也是一樣 呂布之前虛哥有推薦過嘛 必抽的神角 8648484 8648484 好像在念什麼東西 好 接下來是神獸馬鈔 2454810 輸出 接下來還有這個官銀坪 121540 接下來是小喬 12500 接下來是點尾 9778 好 這個是官方認證的這個 ONLINE 這個是Online 大寫的ONLINE 那接下來有這個 SN2024 SN2024 一樣是大寫的 接下來是VIP系列的 VIP888 這比較常見的 然後 VIP777 還有 VIP666 就 VIP666 777 888 這個後面數字改一下可以了 好 那接下來是這個 JOIN JOIN 所以把所有的 里巴馬還有隱藏版的 需要一次總整理 分享給他 讓大家可以最完美開局 那我們就進入遊戲攻略了 Let's go 少年神獸賺了各種隱藏版的福利啊 我靠 這款根本就是以前的少年叉叉賺的 直接翻過來的 好 大家應該知道了 少年叉叉賺 三國的魔款大家應該去找一下應該都有 好 反正就是三國少年的game 然後他這個預約有送2500抽 加上你一些轉蛋啊 應該可以拿超過3000抽 還有一些官方的福利 這邊都可以點進去看 還有一些隱藏版的福利在這邊 少年叉叉賺 他是不是後面還沒有換 那個名字還沒有換 皮膚還有這個隱藏版的皮膚 白龍照雲啊 一些隱藏版的福利在這邊可以拿到 好 他那個是不是忘記把那個名字改過來了 少年叉叉賺 好 像有趙雲的隱藏版這個皮膚嘛 身裝 然後這邊 留言的話呢 還可以抽一些獎勵 像是雙人油啊 iPhone啊 iPad的 PS5 Apple Switch 然後AirPods 這些東西 然後 還有這個2500抽 加白龍趙雲 加紫金 銀龍槍 最強的隱藏版神角 可以免費入手 白龍趙雲啊 紫金 銀龍槍這邊 開局就可以拿到這些東西了 喔 這邊有一些福利 然後他們官方社團有一些隱藏版的序號 可以點進去看 他這邊會提供一些隱藏版的禮包碼序號這樣 在官方討論區這邊 這邊 這邊他就問什麼一個抽獎碼 或是什麼的福利 他這邊都會提供 大家可以來這邊找 他們就會丟一些 虛寶的序號福利在這邊 蠻多的 然後這個是獎勵 欸 滑桃 這是滑桃 滑桃是個女啦 太香了吧 喔 太香了 然後趙雲 那預約的話還有像是遊歷刷新券啊 然後五萬銀幣 三萬遊歷刷新券 然後轉蛋券 還有五百元寶 重點是這個趙雲也可以免費入手 帥 好 反正隱藏版的福利和序號都在這邊分享給大家 那還可以抽這個點數啊 這些東西 全服嗎 十萬人 二十萬人 三十萬人 然後八十萬人 還有一百萬人 全服都有送東西 那留言還有一些隱藏版的福利這邊 事前預約抽這個獎勵 所以禮包啊禮包嘛 還有這個歐派讚 全部都可以拿得到 好 先分享給大家這個隱藏版的福利 好所以這個大家趕快去拿這個好幾千抽 加上白龍趙雲啊 最神的趙雲 還有紫金龍槍 各種最強的神裝 然後神角 還有好幾千抽 直接刷T0這個手抽 好 然後衝起來那後面講一下陣容的推薦 好 那虛哥來分享這個官方認證啊 最強的 首抽最強的神角搭配陣容啊 版本最強的陣容搭配 那這個首先呢推一下吳國的隊伍 吳國的隊伍呢 優點就是非常坦 然後有這個防守反制啊 然後各種控制鏈 還有這個恐怖的輸出能力啊 然後極強的收割 還有這個合集的霸王橫江 那當然吳國的立位 他這邊有提說很好看 大橋和小橋都非常的香啊 好這個是最強的陣容 用吳國的陣容的話還蠻猛的 然後缺點就是他是比較算是後期的角色 那你假如前面低金 低星的話呢 金將比較弱的話呢 核心會顯得有點無力 必須要把核心角 孫策和周瑜養到高星 才會有這個強力的輸出啊 這個是比較大的一個缺點 所以後面輸出會比較慢 但是後面假如養起來的話會非常的神啊 他的主力輸出就是靠核心角的孫策還有周瑜 還有這個妹子大小橋也是不錯 這個金碎片要在這個後面比較會刷到這樣 那雙核心當然就是以孫策加周瑜為主 然後這邊有他的五金的站位的推薦 第一位呢可以擺甘寧 然後第二位擺陸訓 那第三位擺周瑜 那第四位擺小橋 第五位擺孫策 那第六位擺主角 其實玩法跟三國之幻想大陸 差不多也是一樣六個位置去擺這樣 玩法蠻像的 然後你也可以去嘗試不同的實裝 不同的站位這樣 這邊都有一些推薦 然後甘寧入訓周瑜釋放大招 加強這個我們的坦度 然後讓這個神獸合輯造成的影響降到最低 那周瑜在後排呢就是 盡量要放大招 然後就是盡量 那當前版本要窮奇就是 不需要擔心所以周瑜不能進入火神狀態 這個是玩法這邊一些 需要的站位的技巧分享 最主要是主角可以做不同的實裝搭配去做站位這樣 其實感覺很像三國之幻想大陸 只是說他把主角加進站位裡面這樣 那三國之幻想大陸的話就是 主角是在那個後面 後面放大招這樣 那這邊有一些合輯的推薦 普通玩家的話三星就是用 躯影蝶5 然後舊蒼生 山崩蒂裂還有霸王橫江 那兩斤的話呢就是 躯影蝶5 舊蒼生還有霸王橫江 那一斤的話呢就是 虎記衝 帝刺 然後舊蒼生還有霸王橫江 這個是 合輯的推薦 給一般的玩家 反正總結一下 這個陣容非常的神 神獸加合輯啦 版本最神的陣容控制啊 吾國可以對抗所有國家 算是蠻好用的,強反制還有這個燒傷都是非常實用 那後期的話還有這個控制鏈,然後一些玩法 施放技能,延長一回合,壓倒最後的一絲血線 燒傷是無視防禦 他這個無視防禦就是搭配周瑜還有孫策 算是蠻好用的 好,這個就是官方認證T0最強的神陣容 以這個孫策然後周瑜做核心來做輸出 好,最神的陣容在這邊分享給大家 那大家記得訂閱旭哥的頻道,看旭哥手遊攻略,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還有禮包碼,禮品碼,對話碼,遊戲的虛寶序號,各種福利最新的都在旭哥頻道 好,那我們下一集攻略見